直升機緩緩升空 美軍出動大批人力 陸空兩路搜尋失蹤的 海軍陸戰隊F-35逆中戰機 造價8000萬美金 大約台幣25.6億的F-35戰機 因為不明原因發生狀況 飛行員及時彈射逃生 但飛機在所謂喪失狀態下 繼續飛行 由於這架戰機獨特的外型和特徵 讓它可以躲過雷達偵測 五甲大廈實在找不到 只好上網讓全民一起悬巡 失蹤整整一天 最後終於找到戰機殘骸 美國前國安顧問波頓說 這實在太離譜了 特別是美軍最近意外頻傳 過去六週內就發生三起A級事故 先18月在聖地牙哥 有一架F-18戰機失事 後來在澳洲演起的 魚鷹直升機也墜灰 所謂的A級事故 是指損失高達250萬美金 或是一架戰機毀損等級的事故 由於週日F-35失事 美國國防部下達全面停飛令 直到找出墜機原因為止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